中国有共享单车,共享电瓶车,还有共享汽车 然而我在俄罗斯也看到了 人家是共享滑板车,给你们看看 你们看,这是他们的共享滑板车 这不比咱们的共享单车 还有电瓶车酷多了 这肯定也是电的 给你们看看 是这样的,滑板的 这一排都是 我今天才看到 然后我在这研究了半天 我不知道它该怎么使用 它上面也有二维码 但它就是只有个二维码 甚至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它怎么用 然后现在咱们用微信扫一扫 看看会出来啥 我也不知道他们用啥 因为上面啥也没有 你看微信一扫出现的是这个 不知道,这是英文我也看不懂 有能看懂的可以告诉告诉我 教一教我 这玩意儿咋用啊 就在这 这玩意儿要是我能用了 那我这不其实它畅游海参买了 是不是 太省劲了 比我天天不行或者打车省劲多了 然后在下面写着这个 咱也不知道写的是啥呀 我不明白呀 然后一扫就那啥 这块有编码 这块有编码 应该是车子的编码 但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怎么骑呀 怎么给钱呀 怎么能启动它呀 我试试这 这够我看明白了 就一拧它肯定就是往前跑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摆设 这边有 这个应该是零的 但是这个怎么骑呀 我真是搞不懂 这个应该怎么骑 你这隔着一排 我在这待半天了 也没看着一个人过来 有个人过来骑一下 我问一下也行 没有人过来骑就给这放上 但它肯定是共享的 要不然不可能摆着一排 是不是啊 就跟咱们那啥 跟咱们的那个 过氧单车似的 电瓶车似的 刚才也问我小姑父了 然后他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整 怎么弄 然后我说咋交钱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骑过 这怎么明白 刚才研究半天了 也没研究明白 这玩意儿有明白的吗 有明白的教教我们 这我要是能骑 那不得老带劲了 我就天天 我就骑着它畅游就完事了 我还整什么车呀 开啥车呀 骑它就完事了 这太有意思了 俄罗斯居然也有 我以为就咱们中国有了 但是最上头头 就怎么启动它 怎么交钱 一小时夺钱 是不是啊 它就只有一个二维码 这啥也没有了 行 等哪天我要过来 蹲守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人骑 有人骑我问一问 只是到现在都没有人 骑它 没有人过来启动它 等到哪天 咱们过来蹲守蹲守啊 这骑着 还有 这上面 老带进了